北京时间9月8日,中国女排正在浙江宁波备战奥运资格赛,本次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很重要,这直接关乎到中国女排能否拿到直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,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重返奥运领奖台的第一步,只有拿到奥运会的门票,才有机会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去进一步的实现价值,所以说本次比赛也吸引着外界球迷的高度关注,中国女排需要在主场全力拿下一张奥运门票。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奥运资格赛抢票以及随后的杭州亚运会争冠,难度都不是特别大,这两个目标达成之后,球队就可以圆满结束本年度的国际比赛任务,随后就是着眼于明年的巴黎奥运会,以现有的中国女排阵容来看,想要在巴黎奥运会上冲击前三,甚至是金牌有很大的难度。 因为毕竟新周期中国女排各个位置上都存在一些阵容隐患,朱婷张长宁都没回归,严重削减了球队的进攻端火力。 朱婷此前已经回到球队与队友和教练见面,暗示着将会在2024年回归球队,目前个人仍在康复之中。 所以说,朱婷有望代表中国女排身家巴黎奥运会,但是张长宁同样作为中国女排的昔日核心球员,会身家巴黎奥运会吗? 毕竟张长宁的年龄比朱婷小,恢复起来更快,正处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期,如果说能够身家巴黎奥运会的话,一定会成为中国女排冲击奖牌的关键成员。 张长宁此前传出消息,已经开始婚后生活正在备孕,如果是这样的话,张长宁就很难回归赛场了。 作为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球员,在中国女排有着巨大的影响力,这样一位奥运共存在这么早就退役,无法继续为中国排球做贡献了,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 所以说,大家也都希望张长宁能够尽快回归中国女排,助力中国女排新周期的腾飞,事实证明大家终于等到了张长宁最新的决定。 近日通过个人社媒张长宁录这视频,宣布了自己最新的身份,成为了某知名食品品牌的代言人,并且即将奔赴排球之乡海南文昌,来担任本次春光杯排球比赛的特邀嘉宾。 也就意味着张长宁换了一种全新的身份,继续助力中国排球的发展,能够用个人的影响力继续带给中国排球更多的专业力量,也算是换了一种身份,助力中国排球的发展,蔡斌没看错人,更不负中国女排的期待。